我的三妹温淑义 是大印王朝的第一美人 可她却是个痴儿 心智宛如质子 她痴傻了十六年 却有一个人人艳羡的未婚夫 是当今陛下的第六子 燕王殿下 她是诸位皇子中能力 最为出众的一位 容貌一世 若说她生平最不如意 大概便是有这样一位 痴傻未婚妻吧 她很讨厌她 厌恶到纵容别人去欺负她 羞辱她 而她则搂着心上人坐于高处 鄙夷不屑地取笑着她 将她视为一个笑话 周围人更是极尽嘲弄 可是 我那心智宛如志同的妹妹 却天天念叨着她有一个未婚夫 以后会骑着高头大马 前来迎娶她 可其他人总是笑她痴人说梦 燕王的确是登门了 可惜不是迎娶 而是退婚 她来的时候还带着京都的顽固子弟们 让他们见证这场声势浩大的退婚 也带着她的心上人 也就是那上书府的千金柳旭然 她企图用一场视人瞩目的退婚来一雪前耻 将她与温书役的联系 斩断得干干净净 也以此来向柳旭然表明她的情意 前世 她居高临下地将退婚书和订婚信物扔在地上 满脸嫌弃地看着温书役 出口的话语却是那样的凉薄伤人 不过是一个傻子 也配肖想王妃之位 今日退婚之后 你我再无瓜葛 声音落下之际 周围人窃窃私语 脸上尽是嘲弄 他们看向温书役 当面便在指指点点 不 王爷会来娶我的 三妹那漂亮的脸庞上 尽是迷茫无措 柳旭然眉头微醋 历声赤道 她不会娶你的 一个傻子横跟在我们之间 真是惹人厌弃 不如死了算了 可我那心智停留在幼年的三妹 似乎听懂了她的话 竟然一头撞在了石头上 顺时间鲜血直流 他们这般肆无忌惮 不过是欺负一个痴儿 毫无倚仗 父亲多年来厌恶她 恨她败坏了家族声誉 让自己在朝野上下抬不起头来 那些下人仆父 更是在背地里欺负她 她是府中陆姨娘的女儿 当年秋冽时 刺客涌入围场 陆姨娘 为救燕王的母妃 迎贵妃而死 迎贵妃感念相救之恩 特意照拂 所以定下了婚约 彼时 温书役还尚在强宝中 谁料 随着年岁渐长 她的心智 却不见长 这些世家大族 往往容不下这样的丑闻 若非这桩婚事 或许她就会被送往乡下庄子上 任由她自生自灭了 可她是燕王的未婚妻 就算她是痴儿 就算朝野上下物易如废 就算父亲心里厌恶痛恨 也得将她养在府里 而我看着眼前的一地狼藉 看着这和前世一模一样的场景与画面 心头微颤 我终是回来得迟了 我清醒后 看到的已是这样的惨状 无力阻止 我只能匆忙上前 取出帕子 为她擦去鹅角血迹 那一刻 她也神奇地睁开了眼眸 只是那一瞬间 眼神中流露的光彩 绝非一个痴儿可有 她戒备地抓住了我的手腕 察觉出我并无恶意 转而放开了我的手 神态又转化成了一副 呆呆傻傻的模样 她在伪装 她终是来了 这个世界的女主角 而我温书言 只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挺直己量 护在了她的身前 为她挡去众人的各色目光 不卑不亢地向燕王开口道 殿下今日行径 是在故意折辱温家吗 燕王眸光微抬 略显错愕 似乎所有人都在惊讶于 我为温书义出头 在众人的惊诧目光中 我再度出生 燕王殿下今日此举 不仅折辱了温家的颜面 更折辱的是皇家的颜面 其一 当日陆姨娘舍命就迎贵妃 迎贵妃感念大恩 所以才有了这桩婚约 燕王今日毁婚 被信弃义 便是置迎贵妃于不义之地 其二 殿下未曾与我父亲商量 便私自登门退婚 不合礼法 父亲围观数十载 殿下却如此欺辱 他的女儿 不免令沉下寒心 其三 我妹妹心智不全 纯善如幼童 您却带头细耍嘲弄 也予讽刺 如此品行 实在有为君子之道 今日之事 待父亲归来 我必定如实转述 殿下请回吧 管家 送客 话音落 燕王已然脸色大变 就连柳旭然 也是捏紧了帕子 眼含韵怒 今日我的一番言论 已是打了燕王的脸面 就差直接说 他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了 可我并不在意 我扶起了温书役 牵着他的手 朝后院走去 大夫也已入府 为他仔细检查 我坐在不远处 不紧不慢地喝着茶 我虽帮他 却也不必过分热络 毕竟从前 我也是一个冷淡的性子 府中下人们在背后 窃窃私语 他们都在说 我不惜得罪燕王 也要为温书役出头 实在是读书读地昏了头了 晚间 就连祖母 也将我叫去训斥了一通 她将手中的佛珠 摔在了桌子上 某中满是怒气 继而指责着我 冷声道 你向来行事有度 进退有据 多年来勤奋好学 这才博得才名 在京中 龟秀中有了一席之地 你有这等美名 家中也自为你 安排了锦秀前程 可你今日 怎就昏了头了呢 竟会为了一个痴儿 去得罪燕王殿下 身在这种大家族 自有万千无奈 可惜 说不得 我俯身一败 只低声道 孙女知错了 我如此乖顺低头 只因我知晓 辩驳无用 反倒会招致 更严厉的惩罚 她渐渐平息了怒气 捶了捶眸子 沉声道 燕王是最有可能 成位之人 温家绝不可 为了一个傻子 得罪了她 你自去祠堂跪一晚吧 好好长个记性 寒风瑟瑟 我跪在那些排位前 而身旁看管的婆子 都已靠在柱子上 犯起了困意 可我却思虑起了 未来之事 祖母说燕王是 最有可能成位之人 可惜她不是 这个世界里 她并不是男主角 而温书役的崛起之路 这才刚刚开始 下个月的四国宴上 她将会惊艳四座 一扫吃傻之名 而那也将是我 温书彦颓败之路的开始 天色微亮 我已是站不起来 在丫鬟的搀扶下 才勉强回了院子 不多时 温书役便来了 只是眉眼神情间 仍旧是一副 吃傻呆愣的模样 用志同的语气安慰着我 还要伸出手 笨拙地为我揉着膝盖 我看透了那浓密睫毛下 隐藏的心绪 更看透了她的伪装 我不欲拆穿 只是命人侦查 取了点心来 让她多吃些 她自顾自地吃着 只是不经意间 便流露出打量探究的神色 正是相顾无言之时 丫鬟进来通报说 大小姐 林公子听说你受罚 便匆忙赶来看你了 林少白 没想到她竟来得这样早 昨晚我被罚之事 一定会被大肆宣扬出去的 因为这是温家给燕王的体面和台阶 我抬眸看了看 正在低头吃点心的温舒逸 虽然点心扎扎呼了一脸 仍旧难演角色 从前她是个痴儿 虽是美人 但成日里抹得脏兮兮的 便没那么夺目 可以后的光芒 自是难以遮掩了 就连燕王大概都得说一句 明珠蒙尘了 更遑论他人了 林少白自然也不会是例外 我只轻叹一声 而后道 不见 就说我已歇下了 丫鬟们震惊之余 揭话道 小姐您与林公子青梅竹马 她对您又是情深义重的 这样推诿不见 恐林公子心中多思 是啊 我与她青梅竹马 多年相交 她也从不隐藏心思 任谁都看得分明 而我待她 也自与旁人不同 可多年相识 终究会逆 怎会彼得上后来 对旁人的惊鸿一瞥 骤然心动 青梅竹马 终究抵不过 与其来日伤心怨对 不如今日便划清界限 她要怎么想 不是我能管的 我声音清冷 但话中的决绝 却让婢女们神色微变 转身便去回话 可是温书艺 却装作呆傻地朝我看了过来 小声问道 大姐姐是讨厌她吗 讨厌 我摇了摇头 又怎会是讨厌 只是后来的她会对旁人一腔深情 终身不娶 我与她注定无缘 打发了林少白离开 父亲却回了府 她奉命前往江南 已有越鱼 可她回府之后 静静止往我的院子里来了 进门时却瞧见了正在吃糕点的温书艺 眼眸里是藏不住的厌恶和嫌弃 她为官数十载 一心只在家族的兴盛荣辱之上 至于儿女 有用便多赏几分笑脸 无用则冷漠是之 退婚之事为父已知晓了 燕王的确欺人太甚 可你本有折中处理之法 却将局面闹得这样僵 实在让我失望 她一进门 并未担忧她的女儿们 所遭受的折辱 反而一味数落着 三妹毕竟是温家的人 她被人践踏到如此地步 难道女儿要坐视不理吗 其他一同如我 我目光直视着她 或许这也是我第一次 这样与她说话 她脸上已有怒涩 手高高抬起 却顿在了半空 未曾落下 转而拂袖离去 温书役走了过来 手上黏糊糊的膏点 并未擦掉 便直接拉了拉我的手指 头蹭了蹭我的肩膀 我知晓她心思成名 那垂下的眼眸洞察世事 自有一颗锦绣玲珑心 逢帝王寿臣 使臣齐聚 陛下于朝阳台设四国宴 向来神秘的齐安王 也现身于此 他是大印王朝唯一的异姓王 世袭爵位与封地 可见君不败 现任齐安王穆青红 不过二十出头 自他成绝后 这是第二次入京 外界传言他性格暴力 但容貌俊美 虽是朝野齐聚 名门遍布 可是他的气场实在让人难以忽视 已在雕花大椅上似笑非笑地看着 我端坐于下侧 只抬眸看了他片刻 便迅速收回了视线 他一来便让现场氛围严肃了起来 以名秦海月清辉为彩头 若是谁能弹奏 便得此物 海月清辉久不出世 引得在场众人跃跃欲试 几国使节们也想夺得宝物 回去邀功 而皇帝自然不愿折了脸面 显示大应无人 事宜也让在场之人尽力一事 北越国使节率先登场 可惜秦贤未发一音 众人哄堂大笑 世家千金们轮番登场 却无一人能弹出声音 柳绪然满脸傲气地上台 最后却也只灰溜溜地下台 出门时祖母耳提面命 让我在宴会上好好表现 而我只想在这一场闹剧中隐身 可惜有人偏偏不愿放过我 温大小姐是名满京都的才女 当日也曾败入天下第一秦师门下 何不一事 说话之人 正是柳绪然 他微挑着眉 似乎也在等着看我笑话一般 而帝王也在此时发话 让我一事 无奈间 我只能上前 可我知道 纵我有无双秦义 我也谈不了这把秦 这是独属于温书义的荣光 谁也抢不走 前世 我曾满怀自信地走上高台 我相信自己的秦义 相信这世间没有我驯服不了的秦 可是 我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败涂地 而后目火攻心 口吐鲜血 其后多年 那都是我的梦魇 我嫉妒 我不甘 我恨 可这一次 又会有不同吗 那秦深镶嵌着宝石 泛着盈盈之光 不愧有海月 清灰之明 我的手抚过秦弦 心中却有波澜翻滚 可是 随着我的指尖波动 这把秦始终不曾发出丝毫声音 一如当年 我真的尽力了 这 怎么可能 温大小姐 可是天下第一秦师的嫡传弟子 怎会如此 他们也都震惊了 我自诩秦义精湛 可老天却终是 要我败在此处 周围的讥笑声映入耳中 这就是所谓的名门才女 无双秦义 怕不是七世道明之辈吧 徒有虚名 到底是不中用啊 这些议论 如同千万把刀子 扎进我的心里 向来 对此引以为傲的父亲 脸色终是沉了下去 看向我的眸光 也从七许变成了咽气 冷声道 还不下来 留在那里丢人现眼 做什么 我忍住心中的酸涩 迈着沉重的步伐 缓缓从高台上走下 在那些议论声中 一人缓步而出 声音空灵 朗声道 我来 在众人的震惊目光中 温书义站了出来 脸部轻移 端庄大方 在不复吃傻模样 那些人仍旧看不起他 激笑着 一个傻子 不知天高地厚 傻子知道如何弹琴吗 哈哈 可我知道 他可以 这把琴 是他命中注定的荣光 他悠然落座 指尖浮动 这把琴中式 发出了绝世之音 随着指尖节奏加快 琴音宣泄而出 鱼音绕梁 三日不绝 就连那一开始淡漠巨傲的 启安王 此刻也是凝神摒弃 沉浸于琴声之中 我自嘲一笑 纵使我苦练琴一时余年 也是无用 一曲罢 众人瞠目结舌 震惊不已 就连北越国使臣 也是一脸沉醉的道 未曾想到 大印人才济济 有如此琴音高绝之人 四国宴上 名扬天下 一如当初的走向 我台谋向林绍白望去 他果然目不转睛地 看着台上之人 或许 此刻所有人都在看着他 上至王侯 下至群臣 皆是如此 他一袭淡雅清衣 将爵士美貌 展现于人前 就连燕王的眼中 都出现了几分懊恼之色 他此刻成为了 熠熠生辉的明珠 却不是属于他的明珠 宴会吧 我坐在亭子里 不远处所有人都在议论着 痴而梦醒 秦亦无双 惊艳四方 明日 这些就会成为 茶楼酒肆热议的话题 燕王从我身边路过 痴笑道 那日你将他护在身后 为了维护他 不惜得罪本王 今日他大放异彩 惊艳四作 就连你也沦为了垫脚石 你的好妹妹 还真是深藏不露啊 他出言讥讽 嘲笑着我的失败 我恍然回神 临风而立 沉生道 我与他再怎样 那也是我们姐妹之间的事 轮不到殿下挑拨离间 莫要网坐小人 况且 这都是命 他眉头紧簇 满脸不悦 尼南道 命 是 这就是命 命中注定 今日大放异彩的是他 命中注定 他嫁的人不会是你 我目光灼灼 声音清朗 燕王被戳中心事 竟恼羞成怒 拂袖而去 宫宴散了 温淑义抱着海月青灰归府 可是父亲 却让那些下人 整齐有序地在门口迎他 簇拥着他进府 而我 则独自从后门回了院落 沉沉睡去 梦中 皆是我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赶下高台 自此声名尽毁 梦醒 惊起一身冷汗 府中流言纷纷 就连祖母和父亲 明显也对温淑义态度骤变 为他换了新的院子 那院落雅致异常 又拨了许多丫鬟伺候 可是全都被温淑义赶了出去 更对着祖母与父亲冷嘲热讽了一通 如今 府中无人再敢小瞧他 接下来的时间里 温淑义时常出府 有时在酒楼处与人斗师 有时当街教训 顽固子弟 可他总有奇运 结交得总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们欣赏他张扬肆意的性格 与不拘小杰的态度 愿意结识他 帮助他 与他成为至交 大多人说着 府里的天要变了 从此当时三小姐最得看重 小丫鬟为我打抱不平 嘟囔道 小姐为了不辜负家族期望 多年来不敢有一丝懈怠 难道凭他一日之功 就能抹灭掉吗 我正提笔练着字 只淡淡道 这才到哪儿啊 温家太小 大概留不住展翅高飞的凤凰 她的一生 注定不凡 小丫头眉头紧锁 满脸不解 我只低笑一声 而后注视着笔下的字 多日休养 已经让我的心彻底静了下来 前世这个时候 我被梦魇折磨 被极度冲昏头脑 我不想极度 可那时候的我做不到 我眼睁睁看着自己多年来 苦心经营的一切 被他毫不费力地抢走 似乎总有一个声音 在激发我的恶念 在推着我往前走 可辗转归来 过往种种 不可困住我的来日 转眼 便是他的生辰了 我备了一份礼物 提前送去 生辰当日 府内无人提及 可是府外宾客云集 贵客一个接一个的登门 和他方尘 那些人身份之尊贵 背后势力之广 令父亲都为之择舍 而这些人 全都是冲着温书役来的 是父亲都未能结交上的人物 就连启安王 似乎也命人送了礼物 对此 我并不觉得意外 因为他是这个世界的男主角 与温书役并肩而立之人 可我在人群之中 注意到了林少白的身影 他的目光正望着 惊艳蜕变后的温书役 那一瞬间 我还是恍惚了一下 我们也曾是青梅竹马 也有心意相知的时候 后来 他会亲口否定 我们之间的一切 去追寻他眼中的璀璨明珠 这一时 我不会对他情深相许 不会再在意他喜欢谁 他的情意 愿意给谁都可以 我转身回了小院 林少白追了过来 他并未恼怒 那天我对他避而不见 反而关心着我膝盖 可曾好些了 虽是与我 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可是他的话题 总是会不经意地 扯到温书役的身上 他对于温书役的变化 甚是好奇 似乎想从我这里 打探些什么 我不愿多言 送他离开时 刚好撞到府中 婢女在背后议论 他们说他与我青梅竹马 大概不久后 就会上门向我提亲了 指着一句 竟让他神色骤变 行至无人处 他对我一脸正色地说道 书彦 林家和温家是世交 我与你自幼相识 我对你关怀有加 这也只是兄妹之情 你明白吗 他的眸子盯着我 语气中甚是认真 生怕我说出什么 不该说的话 从前 也有长辈说过这种话 可他彼时 只是满脸笑意地望着我 甚至还在附和着 而今不过是背后一句闲话 都已让他方寸大乱了 是怕温书役误会了吗 我心中只觉可笑 盯着他的眼眸认真说道 世兄多虑了 我对你并无半分情义 你莫要自作多情 若怕旁人误会 此后不必再来见我 也收起你那多余的关怀 我并不稀罕 他的脸上闪过错愕 似乎不敢相信 这番话是从我口中说出来的 大概是我的冷漠措辞赐到了他 我转身离开时 他还愣在原地 尚未回神 这一世 他尚且知晓 私下同我说 上一世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将干系撇得一干二净 说完之后 还小心翼翼地看向了温书役 今天这些话说完 莫名觉得有些倡议 如今 他以为他是谁 数月已过 温书役在京城各处出尽了风头 而我却身居简出 直到太后召我入宫 我却在寿康宫 看到了陛下的身影 今日想见我的 不只是太后 还有陛下 他要为齐安王赐婚 主义我嫁入齐安王府 希望我成为齐安王府的女主人 我神色不改 俯首应下 谨遵陛下旨意 回府后 父亲命我前去见他 得知陛下之言 一时间他喜不自胜 眼下这齐安王妃之位 尊贵显赫 多少高门之女求而不得 他也没想到 陛下会有此安排 这桩婚事若成 温家之事 并更胜从前 陛下以为自己算无遗漏 可他低估了齐安王的自负与骄傲 更低估了他的胆量与魄力 若我所料不错 他会拒绝 转而选择温淑义 他曾说过 他的王妃必须是他自己选中的人 陛下筹谋万千 父亲一腔欢喜 可惜 注定要让他们失望了 三日后 圣旨降下 赐婚于温淑义 而齐安王陪同宣旨 与他殊荣 将天爱当众是之 他亲口说 海月清辉乃是 齐安王府先祖留下的宝物 通灵认主 他选中之人 便是齐安王府的女主人 而这也是那日 只有温淑义 能够弹奏那把琴的原因 琴已认主 恭贺之声不绝于耳 人人惊叹着 温淑义被燕王退婚后 竟还能高架于齐安王 得王爷之偏爱 而燕王似乎恼怒得快 咬碎了一口牙 我看着齐安王与温淑义 并肩而立的模样 恍若一对碧人 如今的他 眼眸流转间 尽显聪慧灵动 在不复往日里的呆愣模样 这是我想看到的 但远远不够 陛下详选的女子 不仅需要胜任王妃之位 还得是她最佳的棋子和耳目 那日照我入宫 不是询问我的意愿 而是想让我明白自己的位置 去做一颗本分而有价值的棋子 传递齐安王府的动向 前世 我的确奉旨嫁入了齐安王府 却是以侧妃的身份 而正妃是温淑义 陛下选中了我 因为他觉得我温顺忠诚 异于掌控 可齐安王拒绝了 并且选定了温淑义 而温淑义桀骜傲不逊 并不是陛下心目中最好用的棋子 所以他又降下了一道圣旨 让我为侧妃 我不敢违逆皇权 不敢违逆父权 只能听之顺之 可我没有温淑义的好运 只能让自己在泥潭里陷得更深 时至今日 皇室已不再信任齐安王府了 齐安之地富可敌国 却与皇家日渐离心 而如今的齐安王 行事较之历任 更为强势 天界之危 已不足以压制 事业 我去见了大公主元昭 她为我倒了一杯茶 举手投足间 尽是金贵从容 可是眼神间却流露出野心 本宫以为信中道 尽天下局势 预料来日朝局走向的 会是一位隐士高人 却不想是温大小姐 殿下觉得失望 我笑着问她 谁料她眉眼微调 闪过几分兴致 而后道 并不是 本宫反而觉得更有趣了些 你想让本宫帮你做什么 我不愿意与她兜圈子 直言道 陛下有意让我嫁入 齐安王府 成为她最为趁手的棋子 如今虽因齐安王之故 赐婚的正妃成了温书役 可是陛下还是没些了心思 十日内 她会下旨让我为侧妃 殿下定有办法阻止这道旨意 她眼神里闪现了几分诧异 而后探究道 十日内 你这一遭若是料得准 本宫便助你 这算是她对我的第一次考验吧 五日后 圣旨的确降下了 可是被刺为侧妃的 却不是我 大公主说我猜准了 可她只能进言更改人选 却不能阻止帝王行事 她再来见我的时候 眼神中明显多了几分赞赏 我以为温书役盛名远播 得嫁王府 以错了你的锐气 没想到你静置不在此 她的声音中带着几分试探 我眉眼微抬 目光定格在一处 而后到 人经历过生死一程 自然该有些长进 琴棋书画 不过博得一时虚名 得嫁高门 终是要倚仗他人 这些皆不是我想要的 那你想要什么 元昭眼眸微台 沉声问道 我想要来日风云际会 公主与我君臣论道 公主问鼎九五之日 便是我登革拜相之时 浮明与情爱皆一散 为权势亘古不变 镇定如他 此刻也流露出几分震惊之色 脸上情绪久久未曾退下 显然我的话 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料 我知晓他有野心 亦有实力 前世只其差一招 这次我会助他 过了两久 他才也遇到 朝野上下皆看好燕王 有谁相信女子能成大事 可他说这话的时候 并不是在自怨自艾 而是隐隐有一股傲气在 那便由你我证明给他们看 我语气中满是坚定 他的眼中闪过动容之色 而后目光灼灼 自有魄力 好 若有那日 你我自当成就君臣佳话 温书役的婚期将近了 此番由礼部和宫中一起操办 隆重一场 可是大婚前夕 他却前来见我 他带着一壶好酒 为我珍满 言语中竟有无限畅往 我清醒后不久 便要远嫁齐安之地 心中实在忐忑 却无人诉说 便来叨扰大姐姐了 齐安王乃人中龙凤 齐安之地更是富可敌国 妹妹宽心便是 似乎是想到了齐安王 他眉头青醋 轻咬下唇道 可是这次随我嫁入 齐安王府的 还有一位侧妃 这二字 不轻不重地敲击着我的心弦 让我有一瞬间的愣神 心下微致 似乎让我想起了 前世在齐安王府 苦苦挣扎的日子 那就像一个泥潭 耗尽我的心力 看不到任何希望 而我逐渐迷失在其中 长风吹过 让我有片刻的清醒 我恍然庆幸 这次我要走不一样的路 我将斩断与他们之间的牵绊 从他们的故事中全身而退 不再充当他们恩爱 佳话中那个可悲的垫脚石 你期待的一生一世一双人 齐安王会为你做到 此后 你将得到齐安王全部的爱与信任 我平静地陈述着一切 而她的脸庞上 闪过震惊与疑惑 我倒满了杯中酒 而后敬她 妹妹此生气韵易于常人 自有上天眷顾 你一生所求 多会如愿 但切记行事有度 长存善念 切莫有恃无恐 肆意妄为 我这句话 既是忠告 也是警醒 我希望她不要倚仗天命 而施了敬畏 从而罔顾世间一切 她慌乱地点了点头 可眼底浮现出一丝异样 却迅速眼下 她害怕我发现 她是一世之人 怕我发现 这具身躯下 早已换了一个灵魂 我无意拆穿 她来到这个世界 本就是我无力阻止的事情 重来一世 我只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望着她离开时的背影 还有一句话并未说出口 那便是希望 此生再也不见 如此 便能各自安好 她出嫁当天 我并没有出现在府中 而是和元昭公主 一起站在茶楼的高处 看着十里长街 锦红铺地 这一场盛世婚礼 举世瞩目 从前 我是局中人 忐忑迷茫 而今 我是局外人 从容坦然 同一场婚礼 却是不同的心境了 而长街近处 林少白独自站在原地 她自以为的一腔深情 却无出口之机 听说 她已经向陛下请旨 请求远调 青州历练 而青州之地 临近启安 或许 她想寻一个 接近她的地方 默默守候吧 看完了热闹 便该去忙你 我的正事了 元昭放下 缓缓出声 如今 至于我而言 只是一场热闹 看过便渴望 至于启安王府内的恩怨纠葛 与我在无干系 而我将有更广阔的天地 我从秀中取出一份名单 和一个小册子递给了她 她打开之后 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而后又猛然合上 手指紧紧扣着那册子 这中间有一部分人 明面上可是与燕王毫无关系的 就连我都不曾注意到她们 你是如何察觉到 她们背后的关联之处的 前世我为棋子 在帝王和启安王的较量中 艰难求生 却也让我洞悉朝堂局势 我若说自己通占卜之术 可料未来之事 殿下会信否 我轻笑着 语气中更是难辨真假 故意逗着她 可她垂眸片刻 而后一脸正色道 我信 只言片语 却让我心中唏嘘 而后我也脸了玩笑神色 认真道 定不辜负殿下信任 这份名单中 不仅记载着燕王一派的相互牵连 还记载着他们那些 见不得人的交易 她反复掂量着这份名单 而后郑重地说道 手中之物 重如千军 你即便给其他任何一个皇子 他们都会愿意答应你说的要求 可是选择了我 这一条路便会更为不易 你何必如此呢 我俯首而立 朝着她拱手一一 因为殿下值得 前世兵临城下 使她坚守至最后一刻 宁死不祥 而其他皇子 却无这般血性 她右手虚抬 扶起了我 我们之间自有默契达成 无需多言 这份名单 若是到了四皇子手中 或许能将作用发挥到最大 她的想法 与我不谋而合 我轻声道 欲蚌相争 鱼翁得利 上一世她也是韬光养晦之人 起初所有人都 不曾将一个公主视作威胁 可当她真正显露实力与野心的时候 却让那些人都心生忌惮 如今 明面上能与燕王一教的 也只有四皇子 其他人难成气候 而燕王与四皇子之争 我们只需要隔岸观火 在适时的推波助澜变好 这份名单便是绝佳的契机 四皇子若善用这份名单 重则让燕王再无翻身之地 轻则让他元气大伤 温书役这场举世瞩目的大婚中事 落下了帷幕 而我回了府中 这半年来 父亲对我日渐不满 我回去时 恰好看见他那阴沉的脸色 这桩婚事 我本对你期待甚高 却不曾想 你如此的不忠用 闭门反思吧 他拂袖离去 大概是温书役处处顶撞 桀骜不逊 才让他更期待 这桩婚事是赐给我的 毕竟在他眼中 我才是温顺且异于掌控的那个 接下来的时间 我听从他的话 闭门思过 每日只在房中看书抄书 心静 周围遍野安静 时间恍惚而过 启安之地常有消息传回 王爷对王妃真知爱之 恩爱佳话 一时间传遍四海 为他废规矩 为他逐家臣 为他寻至宝 帝王赐婚 无论谁嫁王 启安王府 都会招致启安王的猜忌与怀疑 可他偏偏有这样的好运 能得到他的真心与情意 而这些已与我无关 而我更关注的是朝堂的动向 元昭让那份名单辗转到了四皇子手中 四皇子以为是天赐良机 便对着燕王一挡穷追猛打 而燕王一派则是疲于应付 不过半年时间 兵部侍郎因贪末君想 以赐冲好 而郎当入狱 户部尚书应牵扯进陈年旧案 陷害忠臣而被罢黜 丞相被迫告老还乡 就连燕王自己也被帝王疑心 怀疑他结党营私 转而收回了他手中非羽位的兵权 燕王一派至此元气大伤 而四皇子却风头正盛 被封为渝王 皇子中第一位封王的是燕王 从前他最得圣心 也是朝野上下最看好的人选 可如今 四皇子封王 便与他分庭抗礼 甚至隐约有战上风之士 朝中局势自此骤变 而元昭 绝不止坐山观虎斗这么简单 前世 他背后的支持者 除了四大世家 还有封疆大吏 各州豪商 他背后的人虽不在朝堂 却能影响朝中大事 他是皇帝与已故皇后的长女 自小便得皇帝亲自教导 而如木染 比起后面的诸位皇子 得大如教导 习孔梦之道 反而他学的是帝王术 善欲人心 定朝局 世人只夸他聪慧 却没看见他的野心 他入府前来见我的时候 父亲很是震惊 他对父亲说 他近来需要一味半毒 听说我素有才名 便邀我入公主府 与他同住 父亲自然不会拒绝 我随着元昭 坐上了他的华丽车架 他今日盛装而来 自有皇家公主的威严气度 渝王近来可有动静 元昭轻痴了一声 他那日找到我 许我来日尊荣富贵 让我助他 我一声轻叹 这可真是找错人了 父皇前阵子命人前去 齐安之地打探 似乎对齐安王并不放心 元昭话音落下 我的心微微悬起 我与温书役之间的交集 似乎并不能就此彻底避开 若避无可避 那便只能殊死一搏 陛下派去的人传回消息了吗 我低声问道 传回的消息是并无异样 元昭的手妈撒着玉佩 可是眼眸流转 心思难辨 公主信吗 他摇了摇头 似乎已有定夺 齐安王府传至今日 居一城 统三州 富可敌国 野心勃勃 而现任齐安王穆青红 也并非久居人下之人 公主最终的对手 或许并不是渝王和燕王 而是齐安王 我缓声道 他们之间必有一战 他闻言并无巨色 英杰辈出 风云际会 既是挑战 也是良机 若败 不过身死而归 若成 则轻始流明 齐安王府日益作大 反叛之心已是昭然若揭 如今不过是在静候时机 而大印王朝经历百年风雨 已显颓势 若公主来日能定河山 开心相 便是忠心之主 自当流明轻始 即便来日相争 齐安王亦是乱臣贼子 师出无名 而公主是皇室正统 自当兴兵讨伐 得民心所向 我垂眸出声 袖中的手微微钻拢 这一世 我希望他能赢 我于公主府常驻 成为名义上的公主伴独 而朝堂上渝王和燕王 更是势如水火 燕王虽元气大伤 但留有后手 渝王虽战有先机 却招致燕王的疯狂报复 渝王招摇太过 被人参奏图谋尊位 有不臣之心 而他的家臣 更在关键时刻返水 出面指正 而这是我送给他的大礼 渝王的风光来得快 去得也快 他被贬折为庶人 流放前周 燕王似乎又恢复了 旧时的得意与风光 可与渝王相争的过程中 已消耗了他大半的实力 如今已是强弩之末了 恰逢闲时 元昭与我对弈 短短数年 朝局已然大变 就连他也感到意外 你似乎总能亏得先机 再给他们致命一击 渝王已败 而今还剩下燕王 元昭落下一枚棋子 声音和缓 陛下病了 心中却愈发忌惮 启安王府 此次命燕王为钦差 持龙拳宝剑 带军巡视四方 实则是为了探查 启安王府是否有谋反异动 而此行之后 才决定燕王是否有资格 成为殿下最终的对手 我不紧不慢地跟了一子 元昭神色微脸 似乎明白了我话中深意 燕王致启安一行 声势浩大 而启安王亦是设宴款待 待他四处巡视 燕王态度傲慢 甚是欺人 可启安王却礼数周全 处处退让 我已知燕王这一行凶多吉少 启安王从不是退让之人 此番却做俯首之态 那就说明他在不一个更大的局 燕王此行虽为公事 可他亦有私心 他的私心便是在温淑义身上 当日退婚后 他经验蜕变 另嫁启安王 恩爱佳话传遍天下 世人皆说他有眼无珠 悔之晚矣 而他的不甘与痛恨 也日益加剧 渐成心病 他对温淑义 有着近乎疯狂的执念 接下来将有好戏看了 燕王多年来身居高位 狂傲泰国 而启安王 本就是杀伐决断之人 燕王低估了他 而数日后 一则消息震惊世人 天下哗然 燕王夜半潜入 启安王府后庭 对王妃图谋不轨 被启安王斩杀于剑下 消息传来的时候 我不免感慨 启安王府屯兵 操练已久 时机已到 正缺一个正大光明 兴兵反叛的理由 没想到燕王 竟成了这个借口 皇室无德 欺辱王妃 启安王怒而反之 这的确是绝佳的出师之名 可是 按照我对温淑义 和穆青红的了解 这应当是他二人 共同做的一个局 请君入望 这天下中事要乱了 而今皇帝病重 朝野上下群龙无首 无人主持大局 正在人心惶惶之际 皇帝下旨 命元昭公主 监国设政 一应政务皆问绝于他 他终是走到了众人的视线之前 临危受命 而我也随他一起 再次走到了众人事业之中 兵乱已起 当务之急是出兵停判 元昭命徐大将军挂帅 帅军前去阻拦叛军 可除此之外 我为他献上另一侧 命云徽将军 令带人马向东而行 取到蓝城 而我亦请命随行 温书役已不再是当初那个痴儿 更不是这个时代的温顺女子 其安王的争夺之路 亦有她的手笔 如今 我也绝不会坐以待毙 大军行至蓝城时 便驻守于此 不再前进 守在这里 便够了 蓝城并非兵家必争之地 云徽将军不明白 我为何要守在这里 可是他说 因公主信我 他便信我 这份忠心 难能可贵 可十日后 战火辽远 徐大将军于正面阻击 起安王军 与其一战 与此同时 北越国趁大印内乱 新兵来犯 意在取边境三城 可若是成功 则启安王城 威仪 而如今留守启安的 却是温书义 穆青红信任他 所以与了他兵权 固守后方的重任 落在了他的身上 而他与北越国大军 僵持在边关末城 天空下起 调破大雨 多日不停 实在诡异 如今起安王军 与徐家军 憨战在落城 我说时机已到 云辉将军 满眼不解地问道 温姑娘 似乎早就料到 今日的憨战局面 所以早早在此 守株待兔 是的 我早知 由此憨战 便在落城 前世 落城失守 徐将军战死 这才让其安王军 长驱直入 势如破竹 而今 我们在兰城 守株待兔 以意待劳 兰城此去落城 不过半日行程 徐家军于正面迎敌 而云辉将军 可从兰城出发 从侧面袭击 其安王军 两相夹击 其安王军难免 故此失彼 再非铁板一块 也不知是否是 上天相助 恰逢暴雨如注 连下多日 其安王军长途跋涉 后援必定乏力 云辉将军 已经率军赶赴落城 围困其安王军 而我则带领一队人马 留守兰城 守着这里一城百姓 护他们安然无余 若如同前世一样 落城之战 徐将军身死 接下来 兰城议会不保 而我将与兰城共存亡 数日恍惚而过 天象突然有意 我于兰城之中 突见白日惊雷 接连数十道 刹那间 乌云四起 自天际翻涌 天色瞬间变得阴沉 引有黑云压城之势 而接连着闪电白光 穿透云层 破空落下 却落在了远处 击不可见 次日接到线报 边境末城已于数日前失守 其安王妃弃城而逃 而北越国的铁甲 踏破城门 屠戮满城百姓 血洗长街 老弱妇孺 无疑幸免 看着纸上的字迹 我的欣慰之一颤 含义自心底弥漫 温书义竟然抛弃满城百姓 弃城而逃 这样的人 就算争到了天下 又会善待天下人吗 究竟是我高估了 他的善良底线 还是过往太过顺遂 让他毫无敬畏 肆意妄为 竟将满城百姓的性命 弃之不顾 视若尘埃 我正在愤怒与震惊之际 有人狼狈而至 轻衣染尘 发际凌乱 显然已多日 未曾打理过了 嘴角隐约有着青色的胡茶 我从未想到 再见林少白时 他会是这样一幅 潦草落魄的模样 看到我的时候 他眼眶瞬间变红了 里面隐约泛着泪光 似有万语千言 汇至舌尖 我做了很长的一个梦 梦里我们青梅竹马 护许终身 可后来 我像是背下了降头一样 爱上了你的妹妹 然后伤你之身 你我终成末路 后来我守他一生 而你另嫁他人 关于你我 世人传言只寥寥几句 说你极度亲昧 心狠手辣 最后死于身宫 说我心细于他 情深难解 一世未娶 你我都是这场大戏里 彻头彻尾的陪衬 这真的只是梦 还是你我的前世 话音落 他已潸然泪下 哽咽难语 我沉默良久 那些已被尘封的记忆 竟被陡然唤醒 我不知该做何言语 我虽不知 它到底发生了何事 但是它应该 也有了前世的记忆 此刻去纠结 是梦还是前世记忆 已经没有太多意义 我沉生道 大概是梦吧 或许是梦 但我历经两世 直至今日 终于梦醒 我现在这一场 噩梦里太久了 像一个行尸走肉一样 被迫扮演着 情深似海的模样 可我发自本心的那份爱意 却被无情尘封 他的语气神态愈发癫狂 满眼不甘 似乎在责怪 在怨恨 我仿佛看见了前世那个 还没有遇见温书役的林少白 满心满眼皆是我 不同的是 那时候的他 清醒自迟 满目澄澈 梦醒无痕 前尘成空 该忘得便忘了吧 我平静说道 可我忘不掉 忘不掉我们两世 被人愚弄的命运 我爱的根本不是温书役 我也从未移情于他 可我身不由己 前世我所走的每一步 好像都是被人提前预设了一样 而我身在局中 混沌一生 更身不由己 被迫表演着一世深情 去凸显他的魅力 为他的人生 增添一份风月佳化 这就是我存在的作用 而你是否同我一样 是和你一样 如他所言 前世我和他一样 只是一个陪衬 这是一个书中世界 温书役是书中的穿越逆袭女主 从呆愣吃傻到惊艳天下 她拥有绝佳气韵 备受眷顾 自她来到这个世界 便享受一切光环 而我将失去所有 逐步黑化 成为一个恶毒女配 是她进阶之路上的垫脚石 而林少白 则会移情于她 成为深情守候的男配 对她情深似海 终身不娶 以此来衬托她的魅力 我会如书中设定的那样 失去所有而黑化 她会如书中写的那样 对她深情 我们用尽全力 大梦一生 不过是一个可悲 又可怜的配角 身不由己 或许是因我的不甘 患得心生 我不愿重蹈覆辙 步步为营 我的命运已然改写 而今 祸福难料 归途未明 不能回头看 只能停着一腔孤勇 向前走 让我意外的是 她竟然也唤醒了 前世的记忆 未曾料到 她下一句话 让我更为震惊 温书义弃成而逃 致使满城百惨遭屠戮 此举已伤天河 那日风云变色 亡魂不安 此后 围绕在她身上的光环与气韵 都将尽数散去 她只是一个普通人 再无天命后代 林少白声音凛然 自带寒意 每一句都饱含不甘与憎恶 我恍然明白 这才是林少白 突然清醒的原因 温书义身上的女主光环已散 气韵已消 如此 她才能回归本心 不再受其影响 她在蓝城住了下来 可我们之间 没办法像当初那样相处 每每她故意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只能装作视而不见 世人皆说 天有一象是逝者不安 而其安王妃贪生怕死 弃城而逃 亦然传遍天下 温书义短短时间内恶名加深 其安王军亦被视为叛军 人人喊打 一时间军心溃散 而我也猜到了 温书义为何弃莫城 百姓于不顾了 是因这次落城之战 其安王被多方围困 危险重重 若我所料不错 她快到落城了 她已无天命相护 自此只是一个普通人 那落城之战将会是一场宫廷的较量 元昭率军亲至落城 这将会是她扬名立威之战 前世她其差一招败在了其安王手中 这次她将亲自迎回来 多路围困 加之军心溃散 天怒人怨 其安王终是败了 可是最后关头 她仍是护着温书义 为她挡下羽剑 其他人剑大势已去 纷纷献详 元昭赢了 而我再见到她 是在宫中的韩元殿 温书义是死是活 便交由你来决定吧 她温声道 那便让她活着吧 元昭眉眼微台 眼底尽是了然 如你所愿 而徐大将军和云辉将军 整顿兵马 稍作修整之后 便一鼓作气 直奔边境 重创北越铁骑 夺回墨城 天下已定 而我入了山中古寺 去见一见故人 我当初的确是选择 让温书义活着 而活着亦有代价 她被圈进于南山古寺 化地为牢 终身不可踏出一步 我去见她的时候 那荒凉古寺外守卫重重 寺内为她一人 而她也失去了往日的神才与朝气 那日你出嫁时 我曾提醒过你 你这一生气韵绝佳 莫要肆意妄为 可你将一成无辜百姓的命 示弱草芥 终是将好运挥霍尽了 文言 她只吃笑一声 你来看我笑话 她的语气中满是敌意 我摇了摇头 前世 我急急盈盈 奋力挣扎的一生 不过是书中寥寥几句 便写就的恶毒女配 而她自有天道成全 我的所有努力 都敌不过主角光环 她终究会赢 这一世 我只想从心而为 从前我很羡慕你 羡慕你一生好运 轻而易举 就可以得到别人渴求的东西 一路顺遂 光芒万丈 其他人都会被迫成为你的陪衬 可历经世事 我才知晓 没有谁生来就该是旁人的配角 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的精彩 我缓缓说着 话语间很是平静 而她目光透露出迷茫与无措 她一时而来 自带天命 可她却不知自己走的是书中剧情 正如那把琴 是书中独属于她的荣光 只为她而设 她只知自己是一时之人 穿越到了一个陌生的朝代 如今局面于我 已是再世重来 而她的天命改写 气运不复 她的记忆中 也只有短暂的这一世 浮华名利转瞬即逝 恩爱佳话转眼成空 又何来我口中的一路顺遂 光芒万丈 罢了 有时候不记得也是一种解脱 不会在韶华之灵 便以心如稿木 就是也不会在午夜梦回之际 一一浮现 我心中微色 沉声道 此后余生 你便在这里日夜诵经祈福 抄写经文吧 祈祷莫成那些无辜百姓的亡灵 早日得安 也好喜清你一身罪孽 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 她的眼眸里浮现出了恐惧与愧疚之色 而我转身出了谷寺 寺门重重落索 林少白等在我下山的必经之路上 她眸光忐忑 似乎等鼓足了勇气 才问出了口 书言 过往是天意弄人 如今你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 前世 我与她的命运 皆是被推着走的 由不得自己 可是现在 可以自己选 我站在山腰处 这里可以俯瞰整个京都的盛景 繁华无限 我想我已有了答案 不愿 错过的人和事 都已是过去 这中间隔着荒凉的岁月 和残忍的记忆 不堪回首 亦不忍回首 我要朝前看 我一语罢 她脸上的神情已然僵住 透着难以名状的落寞 先帝驾崩 元昭终是走上了至尊之位 一如当初我们之间的承诺 她问鼎九五之时 便是我登革拜相之日 我温书言 成为大印王朝第一位女相 亦是温家家主 我重塑温氏家风之日 端坐主位 定下新规 而我的父亲 则满脸畏惧地站在下手 惶恐不安 他似乎不敢相信 我会坐上那个位置 又到一年穷林宴 元昭高座尊位 我落座于左下侧 新科世子们齐聚一堂 颇有昔日所言 君臣论道之盛景 我与元昭相视一笑 自有一番快意 宴会散 回城恰见一轮清月 不由地驻足欣赏 而林少白 携一壶好酒踏跃而来 月色之下 一身素衣清绝 我与他同登高楼 举杯对饮 久之半憨 他感慨道 如今的你 是金门世家中 最耀眼的明月 自有佼佼之灰 其他人静之 却不敢静之 那你最好 也离我远一些 我沉声说道 可他竟低声一笑 无视我的警告 怅然道 我已习惯了守护 纵使一生无果 亦当如此 有些人终是过客 有些是终难回首 我话语决绝 没有半分缓和余地 长风拂过 唯有酒香四溢 再无一言相应 而我眺望远处 尽是广阔天地 请不吝点赞